今天我要介绍的 应该不是菜 应该因为天气很热 我想来偶尔介绍饮料 最近应该算是前一阵子 有很风行的 有一种叫做即食粉圆 就是粉圆不用煮 你只要从冷冻布里面拿出来 把它加热水 然后过一阵子就可以拿出来吃了 就不用在瓦斯爐上煮啊 当初我也曾经在学校旁边 开了三年的饮料店 卖珍珠奶茶 我先说珍珠奶茶啦 咸酥鸡啦薯条啊 这些都是小朋友最喜欢吃的 然后每天也都要煮粉圆 然后大概煮的话 大概要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那现在居然有这种 这种所谓的即食珍珠 就是你根本不用熬一个小时 听说只要几分钟 就是变成QQ的粉圆 那我也不想要是吃起来效果怎么样 有没有跟那个现煮的感觉一样 那我就想来做做看 应该是有一阵子啦 可是我想说我们现场来做做看 看做出来的效果怎么样 然后跟各位分享 这个 这个是这样一包 大概60块左右啦 这样子 他是说要用85度C以上的水 泡85度C以上的水 所以我有准备了一壶热水 然后还有一个碗来装粉圆 我现在把它打开 外观长出来 来看一下外观好 即食珍珠 对即食珍珠 前一阵子 前一阵子我二女儿去日本 看我小女儿她在那边打工 特别叫她姐姐说要带两包即食粉圆去日本给她 因为她很想吃台湾的粉圆 所以前一阵子她姐姐也是带了两包 这种的搭飞机过去给 给我小女儿 吃台湾的珍珠奶茶 对对对对 所以我想说是不是真的很好吃 我来试试看 那我现在就把它打开 这个是冷冻状态 从冷冻库直接拿出来 冷冻的 嗯 就是说你要吃多少就拿多少 因为你一般一杯珍珠奶茶 上面里面的放的粉圆数量不是很多 对对 譬如说你就看着看 就长个这个样子 所以这一包你也不用全部跟她做完 我看是不用了 就是你要吃珍珠奶茶需要多少的珍珠 这样就可以了 对应该这样 反正你想吃就再做就好 因为她好像很快就 对 就会 只要加热水啊 她就是变成那个珍珠 这是加85度C以上的热水 对 让她软化 对 她是说这样子 我们也没做过 我也不知道 然后 同时我就 在泡的时候我就来做奶茶 我就是先买市面上那种 买市面上那种三合一的奶茶 比较方便 比较方便 我们来先做看看 这个是利盾的嘛 对 我们就是说 来用这个先试做看看 比较快 对 比较快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都讲究竖成 连粉圆都要竖成 对 好 我要特别介绍这个杯子 这个是酒瓶 酒瓶做成的杯子 就是我先生用那个酒瓶切割器 把它切成一个 那个杯子的大小高度这样差不多 对 洋酒的酒瓶嘛 这应该是洋酒所以比较大 嗯 然后这个也蛮厚的 玻璃也蛮厚的 对对对 它是有一种酒瓶切割器 可以切割酒瓶的 对对 很有意思 那我就用这个来做 来泡奶茶好了 好 然后我先加一点那个 热水去冲泡 对 热水去冲泡 所以当你一边在加热珍珠的时候 一边就可以来泡你的三合一奶茶了 对 那泡三合一奶茶的时候 你那热水不要加太多 对 因为等一下怕太湿 因为你是希望喝冰凉的饮料 所以我要准备一个 对 一杯冰块 如果加太多水的时候 冰块就没有效果了 对对对 所以你就看我没有 没有加很多 等一下斟酌啦 等一下 只要把三合一稍微溶解就好了 对 那这个珍珠大概要泡多久 泡多久 我来看一下 其实当年我们在开这个饮料店的时候 那个珍珠奶茶 我们在煮珍珠的时候 煮完珍珠都还要洗过 因为很粘稠 用清水洗过这个珍珠之后 还要加这个砂糖 下去浸泡这个珍珠 洗好的珍珠 这样才会Q弹好吃 现在很多人他就是把珍珠煮好 这样就比较不好吃 你要用糖去腌制它 这样比较好 也比较不会黏在一起 你在卖的人 因为不可能煮好 就是马上卖掉 那可能有卖一整天 那泡在糖水里的话 就比较不会黏在一起 那有人要来跟你买珍奶的时候 这样挖出来 然后加到杯子 这样会比较快就对了 我看看 他是说30秒 我也不晓得 我拿起来看看 Q度这样 油内 油软 油软 这个看 因为粉盐的话 最怕就是硬心嘛 油内 他不知道是怎么做成的 应该还加一些什么东西 软的啊 对 里面也软了 也软了 他是说30秒 我这样弄弄也快一分钟 应该是可以的 好 那这样的话 既然都已经 软化了 就可以把它捞出来 对 加到你的杯子了 对 我们拿那个 把它捞好 对 来 我们看一下 方向这样给他 都可以 都可以 可以 就把它捞了 水就捞干了 捞干 那我们就 把我们的珍珠 放进去 倒到杯子里面 对 然后再加冰块 对 这样 把冰凉凉 对 这样在家里 就可以做一杯这个 世界有名的珍珠奶茶了 我们台湾的珍珠奶茶 现在已经是 是流行到全世界了 对 像这样看 嗯 我喝喝看 感觉怎么样 我先试喝 好 来 应该是不错 要不然我去日本 打工的女儿 吵着要带这个 对啊 喝喝看嘛 口感怎么样 有甜吗 珍珠 珍 没什么甜味 他这有分黑糖和原味的 你这个是黑糖吗 黑糖 淡淡的啦 黑糖应该要有糖的甜度啊 不是很甜 不是很甜 我来喝喝看 它有的好像还 勾在一起 勾在一起 Q 就是 有Q啦 可是 它不够软 心还太硬 嗯 嗯 可能在 热水 热水温度要再高一点 那再泡久一点 因为你从饮水机倒出来的热水可能不是100度啊 他说85度 对啊 以上 我想最好是呢 再软一点 比较好吃 嗯 哦 因为你在嚼的时候变成没有没有说够味的话 你也不觉得好啊 对啊 所以 所以你可以泡 泡一下啦 泡软 然后呢 你再用糖喔 跟它 闷一下 这样会比较好 那就比较及时啦 那也是及时啊 因为你煮珍珠很久耶 就是要不然 我是觉得 其实它从冷冻库里面拿出来 嗯 我觉得应该是说 第一次热水 嗯 到怎么样 沖一次然后再弄一次热水 可能就会比较 哦哦 对 两次热水啦 两次热水 就是不要一次 我觉得两次它就会比较透 对啦 第一次那个热水是属于那个解冻用的 对啊 对啊 再第二次热水 这样会 会透 心比较透 因为第一次就瞬间 温度就降了 对对对对 就降太多了嘛 所以我觉得可能要两次 对两次比较好 对 两次才会比较会有Q弹的感觉啦 啊 毕竟我们 我们这个 对珍奶也算内行 因为我们卖了三年的珍珠奶茶嘛 嗯 也是 那时候 几乎每天在煮珍珠嘛 嗯 因为学生最爱喝珍奶 对啊 夏天的时候很热 他们都会叫珍奶 对 这是说 即时的应该是还OK啦 反正就是偶尔喝啊 应该就是说 味道也还 还可以接受啦 对对 如果懒得出去买的话 就自己家里随手准备一包这种即时珍珠 对 然后你就三合一的 嗯 那个饮料包就是 喝一喝就好了嘛 对 这样就是一杯珍奶 对 这样就好了 对啦 对啊 那这个 方便性啊 因为你用三合一的话 它的甜度没有很高啦 对 对 因为外面的珍奶真的是超甜的 对 有的 有的店 那家很甜 对啊 因为事实上他们珍珠一般都会有泡糖啊 就会甜了 对 然后有的